全部都是我沒有趕完的課業 我剛剛真的以為我卸完了 現在來備單子 距離6點 還有3小時 晚安各位 其實現在應該是早安 因為現在是凌晨12點多 凌晨12點多已經是隔日了 你們可以看到我現在十分的淒慘 在十分的憔悴在跟你們開場 總之原因就是我6日太放縱了 然後昨天也就是禮拜日的時候 我9點半就睡了 但其實睡前我有想到說 欸明天還是怎麼了 下周好像很多隊員要交 然後衛生都沒寫喔 但我那時候就是保持一種僥倖心 在想說算了 我們到時候再寫就好 我們應該趕得完吧 然後結局就是一個大寫的悲劇 非常的bad end 看看如今的我 以及我的夜晚小夥伴 全部都是我沒有趕完的課業 我好明天要教 耶 我的人生 總是充滿了挑戰啊 你們看我剛起床的表情 看起來完全就是 我是誰我在哪 現在幾點 解決一半 結果我發現 我們作業除了補充教材 然後還有語文練習 我剛剛真的以為我卸完呢 傻眼結果還有另外一份 我真的是 下一位選手上場 寫完國文了 現在來備單子 因為上週我們英文老師說 他課都教完了 然後明天就有英文課 我怕他會平時考 而且很顯然 我就是平常沒有認真在背單字 現在距離6點 還有三小時 我應該有時間把單字背一背 然後再寫個數學進程 從一點就拿到現在 然後我一直都打不到他 因為他是會跑的 他害我很火大 我發現一件超悲傷的事情 我根本沒有帶解答回家 而且凌晨4點 記得到解答才有鬼 所以我打算先寫數學 大魔王 這個家事不是我們老師用來做訂正的 充滿了 位於數學掙扎的痕跡 現在5點了 然後我等等6點半要起床 所以我現在差不多要去睡覺了 熬夜的時間真的會多很多 只是假如每天都這樣做 你可能沒辦法活超過30歲 其實我覺得只有 1點到1點半之間特別想睡 那時間過了之後 其實還蠻精神飽滿的 還有就是好像 晚睡會傷腦袋還是怎樣吧 就是 睡個半小時總比不睡來得好 所以我等一下打算去補名一下 掰掰 們 右邊 來